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被誉为中国第一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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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号 1865年 丁日昌德西美商奇迹铁厂要出售 这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外国机器制造厂 为了筹措资金 丁日昌把愿意买场赎罪的海关通事 唐国华等释放买下工厂 李鸿章又将两个洋炮局 以及荣宏在美国购买的一百多台机器并入 在1865年6月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凭借优良的机械设备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在国内率先进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 开启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河 第一批产业工人诞生了 创建初期 在国内上美国购买平的旗船 顺客的当者大规模 上面最维封 这边蒋一批 它也不会有钟 透过的 确 尤其 力 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老人说 附近的居民对江南局有点抵触 因为什么设备没看到 什么机器没看到 就觉得进江南局的人 会被丢进烟囱里面 吓得大家都不敢进去工作 那么制造局后来对国务院 造了一批难童 同时对清军裁剪下来的人 也进行造生 那么后来就觉得 机器设备并不可怕 那么对江南局的抵触也消除了 到1891年 江南制造局已建有十多个分厂 三千五百多人 在这之后 黄浦江沿岸又建成了 球星造船厂 南市发电厂等 许多工厂企业 黄浦江成了上海近代工业的 母亲河 而且在北海底涨 是小型的 尽管 然后在北海底涨 上海中发电厂 和我的高度 温度 也在北海底涨 这是一个 回忆 在北海底涨 就像 有了 人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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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列西书名录时将翻译馆的书列在首位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收录了翻译馆120种译著 成为当时人们学习西学的指南 翻译馆引进的国外最新技术同时被直接应用于西学书目表中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世纪的钢铁巨人依然在工作着 这是1961年江南人经过几百上千次试验之后制成的 他的建成投产使中国的工业水平迅速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 在新中国江南造船厂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第一艘潜艇 第一艘国产化万吨轮 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第一艘液化石油汽船 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 第一支远洋科考船队 第一个进入国际租船市场的著名品牌中国江南型 江南造船厂已成为向与世界的知名造船企业 一百多年过去了 唠嗑着近一个半世纪历史风云的江南造船厂原址 已变身上海市博会场馆区 装汉车间老树换新枝 称为永久保留的中国船舶馆 而江南造船厂 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发展过程中 起着不可替代作用的百年老厂 为了事国会和自身发展 已在2008年从黄埔江畔整体 前往长兴岛 长江 黄埔江一脉相承 滔滔江水见证着中国第一场的 沧桑与辉煌 长兴岛造船基地上 江南人正用智慧和汗水打造着强国的梦想 带着中国人争取现代化的印记 面向世界 启航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